各位好,欢迎回到注意优化方法 今天我们开始我们的第七次课 这堂课我们要讲一下 如何用CVX这个包来解突优化问题 也会讲一下逼近和拟合问题 也就是书本上的第六章 那相信现在能够继续听下这门课的同学 已经是非常优秀,非常之不容易 我深深的感觉前面六节课是非常之困难 能够以一种持之以恒的心态坚持下来的同学 我觉得都是极其之优秀的同学 因为我自己我都觉得很困难 我只不过是比大家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 然后当大家的老师帮大家一起过一下这些知识 我和大家一起在学习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 我也觉得很辛苦 好,接下来我们开始看一下 我们往下的课程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 我们会更侧重于说如何去解这些问题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用的这个讲的 首先要讲的这个CVX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它的主页 在cvxr.com 然后cx 好,这个上面它有这个如何告诉你下载 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支持文档可以去读 今天我们主要是来讲一下这个文档 你帮助文档里面的一些问题 那像CVX的话 就非常方便 它在解这个2U化问题的时候非常方便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问题写成我们前面讲的 这种2U化问题的形式 找到对应的它的名字 比如说是LP啊 是这个SDP啊 对吧 是这个GP啊 如果你能把这些分好了 OK 那我们就直接调用一下代码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我最开始其实我也不太懂了 我是学了这个网上的另外一个老师 崔雪亭老师 上海的 他在网上也是在讲U化方法 我觉得他讲的挺不错的 所以有时候我也去听听学一学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讲一下 这个CVX CVX呢 这个包首先呢 它是一个Metalab的 记忆Metalab的语言的 那我有些东西可能知道 就是还有个东西叫Octave 跟Metalab非常像 但CVX的官网说 它其实不太支持Octave 所以大家还是用这个Metalab 那它可以解什么问题啊 它可以解这个线性的 或者二次的规划问题 然后二接锥的 这个规划问题 半正定的规划问题 还有一些对不可导的函数 像L1的这种范数的 它也能做 它是能够非常方便的 来做这些Trade Off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你有一个目标函数 你同时呢 还有一个需要Balance的东西 比如说你的能量啊 比如说你这个 你的这个范数 各种范数啊 对吧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Balance 那这里面是很容易来计算 这些Balance的 我们有个例子 有没有也可以看看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对这个学术界使用啊 是免费的 但如果你是要商用的话 那可能是要付点钱 OK 好 那么CVX它并不是万能的 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CVX 我在里面写了 CVX就是CVX 它就是用来解convex问题的 如果不是convex问题 你强行解的话 它就会给你报错 那当然 这个也不是用来给你检查你的问题 是不是convex的 不过我觉得3号也是可以的 OK 如果你不能解了 某种意想 它可能就不是一个to问题 当然 官方告诉你 不是用来检验你的问题 是不是to问题的 还有 这个呢 CVX这个Balance 它并没有做到非常好的优化 它并不是用来解这个 大规模的问题的 中等规模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安装的话 如果你是Linux Mac 或者Windows都可以 那安装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Windows怎么做的 我就在网上下来一个包 包下载以后呢 比如说 我就把它解压到这个位置 解压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在personal这个位置 然后你就有一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 我解压到哪里 我解压到 我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我就解压到这里有个CVX 这样一个文档 好吧 CVX 那你接着你只要这个CD到这个CVX就可以了 在这个Metalab里面 你CD到这里 然后你就运行setup CVX set up 然后就运行这个CVX set up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安装好了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个是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那它写起来也很简单的 但是它有特殊的这个语法 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来解一个最小二层的问题 那你这个数据点是16个 样这个变量是8个 所以你是一个过定的问题 那你是没有办法找到这个 就这个参数数目要少于你的这个样本数的 所以你要用这个最小五这个二层来做 好 那看一下它怎么做 这个A那就随便生成一个矩阵吧 B就是你这个观测值 好 那Metalab的做法 在这个问题里面是比较简单的 那只要把A 注意这个斜杠是反过来的斜杠 它不是A除以B 是B除以A 那这个时候 Metalab会自动的把这个A转化成 我们以前学过的哪个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A转制成A 好 然后再求个逆 然后再A转制B OK 这个是Metalab告诉你的 如果你写了这行的话 那它就给你这个答案 OK 那如果是CVX的话 那它怎么做呢 好 第一标准格式 注意是标准格式 你就不能够个性化 CVX Begin 你必须有个Begin 然后你得告诉它 你的变量是什么 是X 好 大家注意到没有 你还得告诉它什么东西呢 这个X的维度是小N OK 那你要minimize minimize minimize this term 那你要minimize的东西是norm AX-B 大家注意 就像我经常忽略的 如果你没有写2的话 这个norm一般都是2 OK 最后你要告诉它 我结束了 CVX已经结束 OK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 你就把一个CVX的 把这个CVX这样一个解法 给它写完了 格式很简单 我第一次 大概10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代码的时候 我马上说这个东西肯定是错的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CVX这个报 所以我就给这个那篇 一篇文章的这个作者发邮件说 我说你这个从Metalab的语法来看 你这个怎么都是不对的 怎么怎么不对 然后他就告诉我 你去看一下CVX这个东西 也没有10年前吧 大概就几年前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 那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种问题 那怎么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 先看一下这个问题 好 这个问题在这 你看我们把这代码写下来 这MNAB都先生成好 Metalab你可以这样做对吧 好 你可以选定以后 好 运算一下 你就得到了这个XL 就是ListSquare出来的 那CVX也一样 你就OK 把它运行一下 然后答案就好了 等一下 它会给你一些很多信息 哎 居然没有 好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结果啊 比较一下这两种计算的结果 好 结果出来了 结果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用这个 这个是ListSquare 就是Metalab算出来的 它呢算出来这个Residual 是2.0354 OK 然后如果你是用这个 CVX算出来的 它也是2.0354 那没有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跟你 总之吧 这个东西呢 两个是一样的 对吧 包括三个是一样的 这个是norm AX-B 所以当然是一样的 所以算出来结果是对的 如果你算对的 它就告诉你Status是Solved的 OK 没有问题 好 那你可以验证一下 就是解完以后啊 不仅仅是这个AX-B这个值 你可以验证每一个X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是ListSquare出来的 这个是用CVX出来的 你看 每一行都是一样的 对吧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这个AX-B 它并不是 它每一个都不是零 它都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AX-B OK 这个是用这个CVX来解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你刚才那种办法就没办法了 就是你要Mentad Lab那种办法 你就这个没有办法了 你必须复杂了 那怎么做呢 这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还是Norm minimize这个Norm AX-B 但是我现在的限制条件呢 是X是有范围的 它是在L跟U之间 那这种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对吧 你就没有办法直接 嗯 做这个 用最小二层的公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好 对 其实啊 对这个Mentad Lab的这个形式啊 就很复杂 你看 它这个变量 很多 我以前用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烦 就经常要对一下 你是哪一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好了 今天我们就不对了 总之我们不用这个 所以我们不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 用CVX怎么写的 好 CVX这样写的 它有个Variable 对吧 然后你Minimize 这些都一样 好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你有一个Subject OK 这个Subject 就是标准格式 好 记住 标准格式 你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想象 你就把它写下来 就可以了 好 你看这里不等的话 它可以用这种写法 好 我觉得现在处于学习状态 有些东西 可能是记住就好 OK 这是它规定的一种格式 那你就可以算了嘛 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个算算算 算一个 算一波试试 Complete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较的结果吧 在这儿 好 我们来看一波 结果是一样的 对吧 CVX跟这个ManaLab 算出来的是一样的 跟你这个问题的最小解 是一样的 OK Solved 好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看了两个问题了 所以这边要注意的是 Subject 这个格式 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格式 那Variable就是 你要定一个变量了 对吧 Minimum 这些都是保留字符了 好 再往下 好 那其他的这个Norm的话 比如说 你看 你可以无穷犯数 对不对 你可以一犯数 好 你还可以干什么 你还可以说 我选取这个 X减B这里面的 前五个最大的绝对值 那你看 我就直接MinimizeNormLargest 这边K 就是你要选取多少个 他已经帮你把这个函数写好了 所以就很方便 OK 再往下 那其他的限制条件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像这边 好 CX等等于D 还有NormX的无穷犯数 小于等于1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都一样了 对吧 这边是等等 什么意思 所以他不是一个等号 是两个等号 这个是稍微 所以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是小1等1 好 OK 那完了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CVX有一些坑 大家注意 永远记住 它的名字叫CVX 也就是它是用来解凸问题的 OK 还有 你看像这种等等号的话 如果你是等等的话 它要求你是什么 它要求你的左边和右边 都是A fine function 如果你是等号的话 所以它不是乱 不是你随便加条件的 为什么说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时间 来学各种 各种规范的格式 因为如果你这些格式不对 你像它的这个包 你就用不了了 它的包你用不了 你自己写代码还挺烦的 OK 当然这些问题是比较 标准比较规范的 OK 那么对于像这种 不等问题的话 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边是 把它改成大于等于 这边改成大于等于 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 OK 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norm是一个to函数 它的下水平级才是to级 上水平级不是to级 所以你这样子的话 它的facible set就不是一个to级 所以你就不能用cbx来解了 所以它要求什么 它要求你这种大于等于 或者小于等于的时候 它是对你这个函数是有要求的 像这种问题 你左边必须是个all函数 OK 好 那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OK 往下 好 我们做了这个tradeoff tradeoff你怎么做 我们来一样一样 看一下这个代码 你这个γ就是我们那个tradeoff的 这个标量了 那个比如说你是x减b 跟加上γ的x的平方 像这个 这边 这个x的一贩数 比如说这里是一贩数 OK 好 那这个γ的话 你可以用普通的γ 那这个其实想法就是说我一个γ算一次 然后我算很多γ就可以了 OK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现在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γ可以是负的吗 如果γ这边的γ可以是负的吗 这边的γ是不能是负的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是这里 结果就是你画出来以后 OK 是这样一条线 就你不同的γ你可以画出结果来 OK 那么你这个 这条线的话就是那个 你可以叫做prato optimum OK 那现在can gamma be a negative 当然是不可以了 原因呢是你γ一旦是negative 你这个函数啊 它就不是图函数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稍微标准一点的格式啊 再重复一下 这个CVX的beginner 它有三种模式 在这里面它介绍了三种模式啊 可能有更多吧 我也不熟悉 那这个三种模式 就是quiet 就是说 你就跑吧 啥事你也不要告诉我 我就想要知道最后结果 其他中间过程 你就不要给我了 比如说什么 这个dual gap 对吧 你不 你这个用dual问题算出来的 这个值跟我这个 用原问题的这个gap是多大 像这些我不需要知道 好 像这个sdp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问题 是要解sdp的 那你要用sdp这个模式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边的大于等于 或者小于等于 一般情况 它是逐点大于等于 逐点小于等于 一旦你改成sdp的 这些大于号小于号 它就是正定啊 复定啊 这些量 OK 那gp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算gp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要求一个log 然后再做这些问题的 所以你声明一下是gp的话 这样它就知道该怎么去做了 OK 所以它有不同的模式 注意到了吧 你看不同的模式 如果我们不清楚 哪个问题是哪个模式 那还是有问题的 但也没有必要太纠结很多细节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些变量啊 这个变量你看 比如说 这个变量 你可以声明一个变量 变量的话 你可以加一些 叫修饰符 这些修饰符的话 有很多 这里边给你 给你列举了 它所有保留的修饰符 好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你这个w是50维的 它是这个complex number 辅数 那10维的 恢复的 对吧 啊 这个5乘5的半正定的 5乘5的这个complex半正定 OK Symmetry 还有mission topless 这些你看 所以 基本上 你可以一个变量 声明一个 OK 这个是一种 语法 写法 好 你的目标函数啊 注意啊 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minimize 一个是maximize OK 但你要保持突兴 就可以了 OK 好 这个 还有它这个 It must have a scalar value OK 所以 你必须给它一个lambda 它才能算 不干嘛 它才能算 OK 如果你啥也不给的话 那它是做什么问题啊 它是做这个 facibility problem 就解这个可行义 可行义 如果它有解 那就是零 没有解 那就是这个正乎穷的 OK 好 我们再来 继续往下看 就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些 比如说等一的话 你是要等等的 这个是要小心 那么小一等一和大一等一 都是elementalized的 只有在你在这个 sdp的情况下 它会变成 这个正定复定 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负的 这个是不等的 这个 在Metalab里面 你不等是一个 波浪线加一个等号 是不用的 OK 还有这个严格的 大一或者小一的话 是可用 但是他们强烈 不建议你用这种 严格不等 因为的话 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话 你infinium 可能这个值是有的 但是我不见得取得到 x分之一的 在趋于无穷的时候 x趋于无穷是等于0 但是0是取不到的 OK 总之吧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他们要把这个 大一或者小一 严格的拿掉 这个大家可能需要 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这个function的话 我们想再介绍一点的 就是说 比如说你这个 minimize 这个objective function的话 你可以是某一种 这个函数 里面是x减b 或者怎么样子 它可以是一些函数 比如说像这个是 contractic over linear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x转至x over y OK 这个就是两个变量输进去 这样子的话 你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 自己写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之前介绍过 这个duo duo问题 对有问题 那么你就要有 对有变量对吧 像这个的话 你有一个 比如说他这边的 对有变量 认为y OK 那我这个yy 要怎么办呢 它处理办法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y 再写个冒号 ax小1等于b 当然你也可以 把这个冒号写在外面 写在后面 就ax小1等于b 冒号y OK 这是另外一种写法 那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有个duo variable y 那等你算完了以后 你是可以 把这个y 拿出来 看一下他的值是多少的 那比如说像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去检验一下 他的这个 互补松弛条件 是不是满足的 OK 那这个我觉得同学 可以写起代码 这就玩一玩 好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sdp的模式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 因为如果你要解证 这种矩阵的问题 本来啊 这x大1等于y的话 从主点变成 像x减y是要 广义的不等式了 是要半正定的 OK 那这个 如果你是负 complex number 那么它就要变成 ermission半正定 这些什么叫ermission半正定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ermission的话 就是x跟x的转质 共二转质是一样的 就叫ermission OK 发现很不标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写法 legal跟illegal的 那x大一等于1 这个是illegal的 或者1大一等于1 为什么 因为这个x啊 它是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矩阵 1的话只是一个元素 你左右两边的元素要一样 那你比如说想这个 1是n乘n 那就可以了啊 OK 这n乘n就可以 但是有一个特殊 如果你是0 你只需要一个0就可以了 有时候我觉得它这种 也挺奇怪的 那你干嘛不0跟1都一样呢 当然有一种可能是因为 比如说1的话 到底是要这个 diagonal呢 还是要全部都是1的 这个要想清楚 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你要求这个z 在这个问题里面 你先声明这个变量z 是n乘n的 它是hermichun这个topless的 toples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行啊 它是过来 A1A2A3S 再下来就是SA1A2A3 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矩阵 好 那你这个minimized的东西 这是norm forbillion 是某种norm嘛 然后这个z的话 它是这个emission 这个半正定的 是需要的 这边有个n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个n 好 那你的队友变量是q OK 那你也可以另一种写法了 另一种写法的话 就HDP的模式 你就不需要声明这个了 它就自动把你变成这个了 你看z大1等0 大q 所以这是一种简化 我觉得比较简单一点的写法 那还有一种模式 就是这个GP模式 那GP模式 就是我们的几何优化的 这个模式 这个模式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变量 如果你有多个变量 你还可以用whd 这种形式来声明 但是 如果你是每个w 有各自的性质 那你就分开 这样比较好 subject to 那这些都是一些常量 常量 大家仔细看一下 就subject to 巴拉巴拉巴拉 那为什么说这个需要GP呢 我们说过这个whd 怎么解呢 你要写成一个to 优化的问题 那就需要一个log 用一个log 对吧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关于这些模式 好 这个我们呢 讲的就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cpx 大家 我们把这个包 安装了以后 我们仔细再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example example里面呢 有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quick start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把我刚才讲的 所有的例子都在里面了 ok大家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自己去学一学 你看这里还有好多例子 不仅好多例子 问题啊这里面有个东西啊 我会让大家去写作业 但是呢你可以抄吧也行 不抄吧也挺好 总之吧 你就先学起来再说 你看我们每一张的图啊 它的代码都在这里 ok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 如果同学感兴趣的话 可以开始自己玩起来了 好那我希望大家在以后的这个 这门课的后面当中啊 这个要开始实践起来 有什么图啊 有什么问题啊 能不能先解一下 找不到感觉 这个很重要 好那这个cpx的介绍 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